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你好,大家好 其實我們一向在這個節目裡面的環節 裡面自然療法與你都想提供一些 日常家居生活上面 遇到一些健康上面 或者一些問題上面 可以用一個自然的醫療方法 或者用同類療法來醫治 我相信也收到一些觀眾的諮詢 其實那個燙傷、灼傷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都會在家居上面出現到 譬如我們家庭主婦煮飯 小朋友不小心在桌上拿一杯水拿一碗湯 甚至乎好像暑假的時候曬太陽 都可能有時候一下子不小心 油水等等都可能會灼傷了皮膚 那在自然療法方面 袁醫生,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呢 以及燒傷、灼傷、灼傷等 應該是怎樣介分的 我相信我們的聽眾 我想世界上其實沒有哪個人 是說他未曾試過燒傷過 我相信不會有一個人 是未經歷過灼傷或灼傷 這是人人都有的經驗 家庭裏面的成語 沒有哪個人 起碼不會一次 是好幾次的 但是處理的方法 如果是處理得不好 我們有時候都看到的 有些報導 有些人最近好像台灣 他們玩那個慶祝 那個粉塵 那些粉塵燒到很慘 當然如果是處理得不好 是會死的 當然嚴重的程度會燒死的 有些人就算處理得不夠好 他一身是傷殘的 因為他周身是疼的 然後慢慢直皮 這個直皮是一個很漫長 很辛苦的過程 所以我們過去有時候 都會看到這些報導 但是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去認識 這些這麼常見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可以處理得好 令到你後遺症 或者康復的時間 是大大加速的 是 所以我們講一下 就是灼燒 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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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被滾水錄傷 被蒸氣錄傷 所以灼燒 其實都很多的情況之下會出現 有些是乾燒 最簡單的就是給火爐 或者給火爐 有時不小心煮的 那時候 灼燒到那個鍋 或者火爐 我相信肯定個人 一定不會耽誤一次的經驗 有些人有幾個東西 都很容易再重複這個問題 有些時候 或者燙傷 給水錄參 一杯滾的茶 一不小心 倒進去 倒進身體 之類之類 或者是蒸氣 又不小心 剛剛那個茶壺 就啪啪聲 蒸一蒸出來 或者打開蓋 這個所謂做一種熱度 熱傷 有兩類的 另外一種 是一種我們叫做 physical agent 物理上的 物質上的 那譬如什麼呢 譬如太陽 曬傷 我自己記得 個人都有的 我以前有個表弟 有一次我們去 小時候去 我們以前的世界 都不是有很多機會 經常去沙灘玩 那一去了之後 我們就玩到盡了 玩到盡了 回來 整個身體 都燒到盡了 我都試過 趴在那裡睡幾天 這些都是各個人的經驗 我相信沒有什麼 沒經驗過 那也都當然 有時候被太陽的紫外光 當然也有 某種程度上 X光燒傷也有的 就是輻射性 當然這個是比較少 我想最常見的都是被太陽 太陽 曬傷了 好了 還有一種的灼傷方法 就是一些化學東西 腐蝕性的化學品 譬如酸 或者鹼 不小心接觸到 令到那個身體 那個皮膚和組織 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這些是最嚴重的 應該是 我記得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在任何的化學實驗室裡面 一定是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噴水的發射 或者噴麵的 每個學校一定有的 是 如果遇到這些不小心的 被那些酸 腐蝕性的酸 來爆到 插到 第一件事 立刻就開水口去沖 通常都是 接觸得越短就好 最近大家知道 遊行暴動 很多人都知道 帶地杯水在 如果不小心 接觸到這些 有些刺激性的物體 他們都知道 適時會沖 拿水沖 這是一種方法 在醫學上 有不同程度的分類 在學術上 視乎兩組 一組是比較 表面性的卓霜 一組是比較 深層性的卓霜 我們通常會分類 不同的度數 即是不同程度 第一度的卓霜 通常是表皮的 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紅了 表皮的 第二度的卓霜 通常是皮膚深入了 有些皮膚有損傷 而且是有水泡 你看到這些水泡 一般是屬於第二度的卓霜 再嚴重一點 再深入一點 令到下層的皮膚都受到影響 可能會感染 出現之後 我們開始叫做 再深入一點的第三度 這個時候 可以這樣說 不是只是皮膚 皮膚下面的組織 都受了傷 OK 這種情況 通常 就一定會有痙 就是一定會有痙 所以我們通常 分成三個不同程度的痙 好了 在病理學 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痙的時候 一卓痙 我生肌當然有壓力 各部的地方 會立即出現不同的變化 因為這些局部的灼傷 會影響整體的 會見到發炎 OK 立即看到會發炎 而且在過程裡 你看到很多血清 是會湧現在燒傷的位置 湧現的程度 就視乎那個位置 挺大 OK 我們身體當然 所以我們要維持血液循環 那個 我們血液的量 體積 所以我們液體 不夠的時候 一定會有其他的地方 將那些血清 血液帶下去 我們身體的 血液體的儲存量 都有一定的局限 OK 所以太多的時候 如果瘡液流失得太厲害 身體就會出現一種 憂黑的現象 但是身體的所有反應 其實某個程度上 都是一種 身體治療的工具 過程 你不要 我齊姊這樣形容 這個病理的現象 其實最終的原因 都是身體 都是依賴這個過程 從而醫治好 最後那些死皮就會剝落 接著有一個新的皮膚出現 亦都可能出現那些膠 肉膠 我們叫做Granulation Tissue 這個可能會一段長的時間 可能要幾個月的時間 OK 這個就是病理上 我們看到一個 燒傷之後 灼傷之後的身體 作出來的反應 在臨場上 我們都發現不同的階段 一個燒傷 灼傷的病人 是第一個 我們叫做初期的震驚 就是燒傷 一定是震驚的 這是第一期的 通常因為痛 以及遇到這些意外 當時都會害怕 通常這個只不過是 維持幾小時 很快就會過 當然有些人會用藥 去處理它 好 第二個階段 我們叫做 Secondary Shock 就是第二期的震驚 通常這個會維持幾個小時 到48小時 即是差不多是一日的時間 一至兩日 通常是因為液體的流失 由我們循環的血液流失 這個其實可以這樣說 在某程度上 是一個挺危險的階段 如果當時處理得不好 血量是維持得不好 很多病人在這個階段死亡 然後我就需要第三個階段 這個階段我們叫做急性的血毒症 英文叫做 Acute Toxemia 通常在第二期的三四日之後會出現 通常病人就會變成血毒症 毒素內聚 會變得很不安 體溫會有一點發燒 脈搏也會加速 而且比較微弱 尿通常也會減少 在這個階段 病人也可能會死 在這個階段也會死 接著第四階段 我們英文叫做 Acute Toxemia 即是是濃毒性的血毒症 當我們身體是一兩個星期之後 死皮已經脫落了 而我們身體的毒素 很多時候由傷口慢慢吸入身體 很容易出現這些間歇性的發燒 而且體重是消減 和貧血 或者是沒有胃口 病人就越來越覺得衰弱了 沒有胃口當然 就令到問題更加嚴重 在這個階段 我們在醫學上 通常是要急速給他營養 尤其是對不想吃東西的人 所以如果在醫院處理這些嚴重的情況 我們就會用吊針 和胃口的IV去幫助他 當然如果過了最後這一關 在第五階段 就真的要康復了 其實身體 如果你過了這幾關 最終都是康復的 你記住 身體所有發生的現象 發炎、發燒、血液流動 其實最終都是希望你復原的 如果你最後搞定這四個階段 第五個階段 就是康復的階段 即是胃口開始變階 體重有增加 當然傷口就會一直康復 我們看到 在臨床上 我們會看到這幾個階段 當然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 可能在過程中已經過身了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 就會過到關 最終會好完 好了 在我們一般醫學上的處理 我們很多時候都聽到 他們說我們的身體 燒傷到幾多度數 幾多級的燒傷 幾多級的燒傷 很流行這個 其實怎樣分法呢 原來他們有一個叫做Rule of Nine 即是狗 狗的規律 很簡單 如果你燒傷的部位 頭頸就9%了 即是身體9%了 如果是手臂 每一個手 每一個手臂是9% 兩部就是18% 如果身體 身體的前部是18% 身體的背部也是18% 最後就是屁股 肝門的位置 是1% 通常他們就定 到底身體有多少分之幾是燒傷呢 就用這個簡單的規律 即是西醫方面 就是看病人的燒傷的規律 用Rules of Nine 來定了屬於幾多級的燒傷 來作出他們治療的方案 當然看看程度 剛才已經說 如果燒的範圍大 身體的液體會流失 所以他一定要補充體液 即是用一些電解水 即是葡萄糖 以及電解水 通常視乎你的體重 如果你一公斤的體重 它是加1cc 或者你血 有時候還要輸血 也是1公斤1cc 正常我們要喝3公斤水 這是一般補充體液 在醫院裏 多數醫院幫忙做 一部份就是一邊加一加 一半的液體是最多8個小時 最後是加上其他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袁醫生剛才解釋了 在燒傷、燒傷、灼傷等的界定之後 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回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灼傷、燒傷的自然療法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除了鞋子、草地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好了,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灼傷、燒傷的自然療法 袁醫生在上一節 介紹給我們知道 究竟灼傷、燒傷等的一般情況如何 也在醫院上的治療方案 其實在自然醫療、同類療法上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令到 剛才說過的 一些病患者可能都會在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都出現了一個死亡的危險 有沒有一些方法令到 令病患者的生存率高一點 或者在他們的康復過程更加完整一點 不需要一生去做到飽受直皮痛苦 以及如何減低後遺症方面的出現呢 我們上一節所提及的方法 其實都是一般在醫院裏做 通常都是補充液體、輸血、輸液 其實不是足夠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令到你康復率更加好 一般來說 有些人有兩派的學說 一種是皮膚是否應該包緊它呢 有一派就說不好 應該打開它 即是傷口打開它 讓它容易乾 用一些粉的方法來打開它 讓它不會那麼容易發炎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身體會結縫 當它自然結縫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保護下一層是不會那麼容易感染的 還有一種的派就說 我們要處理傷口一定要包紮它 保持它的潤度、濕度 其實兩派的做法都可以 我們很難說是誰精細更加好呢 一般來說 在現在的醫院裡面 通常如果你受傷的部位 譬如在整個身體 即是環著整個身體 通常它都會包住它 因為都合理的 因為你要躺下 你怎樣可以 即時劫緊它也不適合 所以有時候 身體的燒傷都會用紗布包住它 其實在坊間也有很多 我記得以前我小時候 我家裡有小朋友 又不小心一般熱水 熱茶就倒進身體 我記得身體和大堆燒得很厲害 紅曬、出水泊 我們說的時候用什麼呢 用一種燙火爐 不怕做廣告 永華燙火爐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記得裡面的什麼呢 其實裡面的成分 主要是蜜糖、水、蘆薈 我相信聽我們節目的人 去學習自然燙火爐的人 都知道的 用蘆薈 在家裡有些種了蘆薈 立刻刺一塊出來 把蘆薈蓋在傷口裡 拿一些沙布扶著它 不會掉下來 不會那麼快乾 當然蜜糖是家裡個人都有的 用蜜糖塗下去 再用沙布包住它 讓它不會那麼快乾 這些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除此之外 我們也看到 我和大家以前在這個節目裡分享過 就是沙擊油 沙擊油 現在被認為 對於燒傷是最好的工具 除了露匯 除了蜜糖之外 其實是沙擊油 有些就直接敷在身體上 有些就直接敷在身體上 當時我這個資料 都是說台灣那件事 有一個香港的人在那邊 燒傷得很厲害 形容他那種相處 將來一生要直皮 有些人提出 其實沙擊油 如果當時他塗在身體上 有很大機會 令到他不用做直皮 這種那麼痛苦的工作 這就是治療的簡單工具 當然補充水份 有時候我們大部份都不會去到醫院 除非有些都很嚴重 我們家裡是可以做很多這些事情 就算是所謂中度嚴重的 其實我自己都可以補充水份 原來都可以處理得很好 好了 還有這個之後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 其他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對這些外傷 創傷 其實是很好的療劑 第一 我們會考慮到什麼呢 就是那個烏頭 烏頭是什麼情況之下 是那個醫外初時 那時候你是一種震驚的狀態 是 是 所以烏頭是對於消除這些恐慌 震驚是非常之有效的 OK 通常如果一遇到這個情況之後 那個就馬上吃幾劑 令到你即時就沒有那麼害怕 你的心跳 那種不安 好像就快要死那種恐慌 是很快就會消除的 OK 這個就是心理上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所以這個烏頭 30絲都夠了 那先吃幾劑 好了 接著我有些什麼可以處理得到呢 那 因為始終你們聽眾不是一個受過 專業的療法 訓練的療法 所以我覺得簡單一點 如果你的家裡有兩種療劑 第一種療法 第一種療法 就是療法 就是療法 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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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會有些 當你的水泡 燒到有水泡 很燙的 然後慢慢想變黑了 這種情況之下 你發現你燒出的地方 已經有些地方燒到黑有水泡的時候 或者常常潰爛 又很燙 療法 刺痛 甚至乎浓液出現 這就是新的療法 所以這是很好用的 第二種療法 就是CANTERUS CANTERUS 我叫斑蠍 就是西班牙烏鷹 CANTERUS 可以這樣說 第一度、第二度、第三度 其實都對的 尤其是當你出現 有水泡 當你有水泡出現 這就是第二度的燒傷 那樣的斑蠍是很好用的 但是你不用一定的 不用說它沒有水泡 就不用這個 其實不需要的 可以說CANTERUS 可以說你是除了 如果ACANTERUS用了之後 帶你的療劑 你就會想CANTERUS 跟著上就可以了 OK 因為它是一個最基本的燒傷、燙傷、燙傷、有沒有水泡也好 總之它有一個燒的感覺 對 燒的感覺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 因為始終如果 我們說為何療法這麼厲害 我剛才所說會有很多後遺症 很多身體會出現後遺症 譬如腎會影響 所以為何會死 其實因為你的液體流失 身體是一個極度的幽黑狀態 導致你的器官會停留 停止運作 但如果你能夠用到這些好的療劑 其實身體的那些 器官的幽黑問題 會大大減低 所以很簡單來說 如果家裡遺症了Ecna 最基本的 CANTERUS是第二個療劑 第三就是加上阿神力 即是你覺得燒燒之後 有些皮膚會很黑 你可以考慮阿神力 好了 這個是最簡單的 還有一個療劑 我們叫做野角 野角通常你覺得燒了之後 會有很多水泡出現 OK 會有很多水泡出現 而且會變得很紅 這個野角是一個療劑 跟CANTERUS很相似 但那個斑蠍是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 即是三度都可以 即是可以先用CANTERUS 我會先用CANTERUS 如果CANTERUS好像還沒得 你看到它的水泡出現 是很大的水泡 一塊塊 那就用ROOSTOX OK 好了 還有一個 我會用沉麻 沉麻疹通常是第一期的 第一個階段 即是燒燒紅了一點 你可以用沉麻 這幾個大家熟悉 因為如果你燒到第一度第二度 很大機會在家裡 是是是是 第三度的時候 可能已經入了醫院了 是的 所以沉麻疹通常是 所以沉麻疹通常是 Econy ROOSTOX 這些應該是 在家裡用的 會有機會用得很好的 好 好了 接著下來 嚴重一點 或者再講一種簡單一點 就是那個金盞花 OK 大家知道金盞花 是對傷口 令到你埋伏得好些 不會生那麼多 那些芽 有些芽 或者是 那些芽 令它康復得好很多 甚至是 那些芽都看不到 那這個在外用 就可以用金盞花 Galandula 好 接著 要做得更嚴重 要再嚴重一點 譬如你發現 那些芽的機會很大 OK 你覺得 好回來了 但是好像那些芽 想再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那個 是石脈 Graphides OK Graphides 或者 那個 Petroleum 石油 OK 這兩個都是比較相似的 石油 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當然你發現皮膚 開始想爆裂的時候 即是燒傷了之後 開始想爆裂的時候 還有 那個石脈有一個正形 就是冬天的狀態會更加差 當然 現在我們說的是皮膚灼傷 是很急性的 即是你未必會經歷要多貴 但這個是一個 Graphides 和石油 石油 都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令到你沒有那麼容易出現那些 咬 那些Keloi 或者你出現了之後 你都可以用這個 是 時候都可以用這個 好了 還有一個 就叫做 曼陀羅 Stramonium 曼陀羅 原來在第一個階段 都可以用得著的 OK 當然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有一種灼熱的感覺 OK 甚至乎是第二、第三段 其實都可以的 但曼陀羅 原來在我們的過去經驗 如果你發現 因為燒傷而出現十二指巡潰陽 就是我曾經說的 有時候我們的胃口差 其他內臟器官有出現問題 如果你燒傷而出現 是十二指巡潰陽 原來曼陀羅是一個應用的療劑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我們叫做Acephatida 即是 阿危膠 阿危膠 Acephatida 當你燒到最後 出現了 它是潰陽 即是嚴重 潰陽 而且是很痛的 OK 痛到 小朋友幫我換衣服的時候 它簡直是尖叫尖叫的 OK 人人都不能碰到它 在這個潰爛性的燒傷 灼傷 就可以用Acephatida 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很有趣的 這位女士 原來她有一個腫瘤 在胸後 有一個腫瘤 她說這個腫瘤 幾十年前 是滾水滾傷了的傷口 幾十年都不好 你看到它的時候 它已經差不多是潰爛了 OK 當然 現在幾十年之後 其實現在是一個腫瘤 一個癌症的腫瘤 但她起因 竟然她告訴我 她說我很多年前 被燒傷之後 是一直都不好的 那我認為很奇怪 如果是當時 一、兩月之後 還是這樣壞 就會用這個 Acephatida 即是矮硬鋈膠 這個癌劑 已經成為一個腫瘤 當然已經是在這個階段 已經成為一個腫瘤 所以我們應用的方法 可能會用腫瘤的癌劑 但我亦都不排除,可能都会有机会试尿剂 因为现在我们当作乳癌的方法来医 但起因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Aceva Theta 是一个很有趣的处理尿剂 还有很严重的出血性的溃烂 这些溃烂是很深入的,令你的身体养分不够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木炭 但有时候用一些处理伤口、溃洋、农仓 有一种是用碳粉的,碳粉是很好用的工具 所以除了外敷,外面可以用碳粉 那里面就吃那个Carbovetra Carbovetra 即是木炭 还有一个疗剂就是木椒油 Carbovetra 是当你的伤口一直流血,一直溃烂 即是这几个疗剂,通常是严重很多 会当常适用在医院里面出现后遗症很严重 但一般来说,我前面说的那几个疗剂 一般的家庭都是足够处理的 好处就是,当然时间都需要时间 但是与别混合、痛几天 你吃的尿剂面之后会不会感痛 可能去比你 react advanced 所以产生是值得学习 是这样使用自然的工具与低低医疗 除都是能够做多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HHH 幫你真正康復是靠治療的工具和療法的療劑 沒錯 我們的聽眾 剛才聽到袁醫生說了 頭那幾隻 烏頭、Kentaris、野角等 可以常備在家裡 除了在燙箱和出箱上用到的時候 其實這幾隻療劑都是家居上很常用的 如果大家對於同類療法 再深入了解一下 可以在日常家居上做一個 急救的方法的時候 其實可以留意我們網站 我們定期有療癒醫生也會教授 這些同類療法的課程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留意我們網站的資料 看看什麼時候會開班適合你自己 學多一點的時候 對於處理了無論什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自己 自己可以處理了 是可以令到那個復原的情況 是加快一點 也都是完整一點 是會提升我們自己的真正健康 真的很嚴重才去到醫院那方面 但去到醫院方面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個同類療法的各種療劑 是令到那個康復程度再加快 和後遺症也會轉來越減少 好了,今天就很感謝 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好,今天麻煩你了,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